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到现在时间节点也到了 所以中期改款的新凯莫瑞来了 外观这样是新款凯莫瑞第一个变化的地方 不过理所当然中期改款它的变化不会特别的大 首先我们以身旁这台豪华版车型为例 稍后再去看那台运动版车型 第一眼看到了你就会发现车头是变化最明显的地方 特别是它的下进气格三 第一个点是它的尺寸会更宽更大了 有着更平更宽的这种视觉效果 而第二点就是内部的格三的细节 以前现款还是带有点曲线的 但是现在用到这种平直看上去会更粗 视觉效果也会更干练更硬朗 同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整个中网的上部分 之前也是平直的 而现在多了这样的一个转折线条 构架了两个梯形的一个布局 中间看有一个梯形 然后外侧看上去就是一个大梯形 同时像两侧镀铬刺剑这种包围 也会更加的精致了一些 而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整个中网的下部 其实跟前存是融合在一块的 所以整体感会更强了 用一句话来形容 我觉得新款的车头要比现款更加的嚣张了一些 来到侧面 变化不算丰富 主要就是轮圈 中高倍车型 不管是17寸还是18寸的轮圈 都用到了新的样式 依我们这台为例 18寸双色多条幅 看上去也是很有型的 当然尾部的变化也非常少 主要就是在尾灯两侧 增加了一块红色的装饰 细节会显得更丰富一点点 除了外观细节的变化 这次我们拍摄的这台新款camere 还用到了新增的车身颜色 叫做灰太银 看上去也更具质感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 新款camere运动版的外观 其实跟豪华版一样 主要的变化就是在车头 而且你可以明显的发现 运动版它这种分体式的设计 相比豪华版会更加的个性运动了 而这次它变化主要就是在两侧 这个所谓进气孔的一个造型 它的尺寸也会更大了 也会往两边拉得更宽了 同时也用到了这种六边形 蜂窝网格状的设计 运动氛围更足 而接着还有一点呢 就是前唇下包围 这条贯穿的镀银式条 上面还做了一个这种起伏的转折 然后中间就营造了一个 双层的视觉效果 整体的运动感 我觉得相比现款 提升是很明显的 而接着呢像什么侧面尾部呢 就跟现款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旧双色的车顶 然后双色偏黑的轮圈 还有呢车尾 双边共识出的排气 都足够的嚣张 进入车里面 整体的布局呢 依旧是没有明显的变化 不过一眼就能看出它主要的变化在哪里 第一个点就是中间多媒体系统的中央屏幕 由之前的内嵌式布局 变为了现在悬浮式的一个布局 看上去呢 确实会增加一些科技感 而且有个好处呢 就是位置抬高之后 你开起来的时候 视线较少过来呢 会更方便的 不过我还是得去挑剔挑剔 因为丰田做的屏幕呢 总是这么厚 然后边框这么宽 所以被大家吐槽为大彩电呢 我觉得还是逃不过了 当然 还有一点呢 就是其实相比之前 内嵌的那种更简洁的布局呢 这样的布局 我觉得也因人而异 你们怎么看 你们来说吧 虽然屏幕的布局外观 我只保留意见 但是打开之后 内部系统的提升 我觉得还是得表扬一下 因为它用到了新的一个 跟腾讯合作的腾讯车机系统 也算是合资品牌当中呢 比较早首次采用这个系统的车了 不过 首先 先说优点 优点呢 就是像有了什么车载微信 然后也丰富了它的这种 影音娱乐的扩展应用 还有呢 就是像常规的这些什么语音呢 导航也是提供了双导 像高德地图 以及腾讯地图 两种选择 所以这些方面还是挺好用的 不过我还是得挑剔挑剔的 真的 这套系统的流畅程度 或者说这个屏幕的显示效果 细腻程度呢 并不是非常的完美 操作起来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延迟 所以这个系统 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的一点 但是相比现款 或者说相比很多 咱们合资品牌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功能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点还是比较OK的 接着将视线放到前方 仪表呢 它的变化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了 这次呢 中高位车型都换为了 全液晶仪表 尺寸也够大 而且它提供了两个显示模式 第一个呢 是模拟模式 就是模拟了咱们传统的 这种双圆直针的仪表界面 而第二个就是更加数字化的一个显示界面 看上去呢 会更加简洁 信息更加的直观 就看你的喜好 而且它的显示系列程度 跟信息的丰富性呢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这块呢 是足够OK的 向上呢 抬头显示 依旧是有的 然后除了这两个变化的地方 还有一些小细节呢 就是像 这块 看到没 这个饰板 加上整个挡把区域的饰板 它的纹样也是新的纹样 看上去这个纹样 挺有质感的 而说到这里呢 如果是运动版车型呢 它还会有一个变化的地方 就是它用到了新样式的座椅 而且座椅的材质也变为了 半毛皮加皮质 整体的质感 舒适性也会有所提升的 最后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变化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变化 但是是我个人觉得 非常实用的地方 就是丰田新的 TSS自行安全系统 因为相比现款 毕竟第八代凯本原来 是最早用了TNGA架构 然后又带来了 TSS自行安全系统 那套系统呢 是比较早期的 而这次中期改款之后 就用到了一个新款 它的功能提升 真的还是挺明显的 第一点就是自行巡航 这次用到了全速域自行巡航 相比现款 它可以实现 0到140公里的一个 全速段的跟车行驶 而且可以跟着刹停 然后三秒钟之内 又可以接着 跟着前方一起行驶 所以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而第二个点呢 就是它的车道偏离预警 以往呢 只是车辆行驶到了 压到车道的边线之后呢 它会给你纠正过来 而现在TSS系统 这套新的 可以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了 而第三个呢 就是预碰撞系统的 紧急自动 自动功能呢 也是更加好用了 因为现款的TSS呢 它其实只能对车辆 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 而现在新的 可以是除了车辆识别 也可以识别前方的行人 自行车 来进行一个紧急的自动 包括还有一些弯道方面的辅助 所以这些用起来都会 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好用了 我觉得这套安全系统的提升 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点 好了 以上就是广汽丰田新款 凯姆瑞的变化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外观的细节调整很到位 而且类似的配置呢 以及氛围呢 小细节呢 都提升很明显 不过作为中期改款设计呢 像什么空间 后排 动力呢 自然就跟现款保持差不多的 提供了三个动力配置 一个2.0升 2.5升 还有2.5升 混动 不管怎么说 其实这三套动力呢 对于凯美威来说 平顺性 动力表现 以及燃油经济性呢 都是它的优点 而可以肯定的 最后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 新款凯美威的变化 可以再一次加强它的实力 让它保持自己在市场当中的优势 行吗 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 再见